最近新聞上 常看到的喉豆是什麼? 喉豆原本主要發生在中非和西非國家 靠近熱帶雨林的地帶 但最近包括歐洲多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 都陸續傳出病情 喉豆潛伏期約5-21天 在發病的前1-3天會出現發燒、劇烈頭痛、 淋巴結腫脹、背痛、肌肉疼痛和虛弱無力等症狀 接著在2-4週 會有斑診演變成突起的秋疹、水泡 再到農泡,接著才會結家 目前仍沒有治療的方法 根據世衛的紀錄 喉豆死亡比例約在0-11%之間浮動 其中幼兒死亡率比較高 喉豆可能會因為接觸過感染的動物 如松鼠、猴子等 或接觸感染者的物品如醫物等 經由傷口、呼吸道或眼口鼻進入人體 根據美國CDC的資料 天花疫苗對喉豆的有效性約是85% 台灣過去在1979年開始停止接種天花疫苗 機關署則說45歲以上民眾有打過 而目前暫時沒有計劃要再採購天花疫苗 本期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什麼想說的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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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